永宁二年四月,北方军营再度发布兵门。 经上本欲启用在南疆之战中出展头角的年轻将士,不料谢之方竟然主动请因,言说要再度带兵出征。 他在辽东曾待过数年,对当地地形和蛮夷的作战风格极为熟悉,简直又有赫赫军功在身,这么一站出来,再无人敢与他相争。 季温成犹豫片刻,将手中虎符亲自交予他,言语因何关切,叮嘱他在辽东谨慎行事,多加小心,和往日的态度并无不同。 谢之方定于四月二十日动身,饶食心里已然有了准备,谢之珍仍然止不住担心弟弟的安危。 带着丫鬟们连忙了五六日,将他速日爱吃的爱用的,连带自己新做得的几套衣衫鞋旅,林林总总装了三大车。 永兽见谢之珍准备的行装实在太多,小心劝谐道, 爷,这么多物件,怕是不好戴的,不如…… 怎么不好戴啊,养你们是为了吃闲饭的,装,都给我装。 谢之方嘚瑟得很,插着腰在院子里腰三喝四。 青梅,把你们家夫人常用的鸳鸯枕,也给爷装进去,爷到了辽东要用,没那个睡不着。 把枕头给了爷,夫人用哪个? 我不是还有一个吗,我们俩换着用。 谢之方毫无廉耻之心,堂而皇之地在下人面前显摆夫妻有多恩爱, 眼见几个丫鬟臊得脸都红了,谢之珍实在看不下去, 起身站在廊下冲弟弟招手。 阿唐,你进来。 谢之方文言,嬉皮笑脸地跟进去。 姐姐有什么吩咐? 谢之珍俏脸微红,抬起手轻抚他并肩的发丝, 帮他整理好有些歪斜的玉冠,柔声道。 到了那边千万小心些,我知道你成主在修, 自有计较,可以不能轻敌。 我记下了。 谢之方轻轻把玩着他腰间记的浅绿丝掏, 仰头亲吻玲珑的下颌,忽然长叹了一声,将人紧紧拥住。 要是能把姐姐一病带走就好了。 谢之珍一颗芳心化作春水, 爱怜地拍了拍他紧实有力的脊背, 正想说自己也是愿意跟他去的, 却听他紧接着又来了剧。 在辽东白日里要行兵打仗, 忙起来还好, 到了夜里就孤沉难眠, 也不知道怎生熬过去。 姐姐再赏我几件小衣吧, 我嗅着姐姐的味道, 或许能好些。 见他说得没溜, 谢之珍又羞又闹, 伸手要推, 却被他牛皮躺一般地缠上来。 若不是有客人到访, 差点做出白日轩吟的荒唐事。 事业, 因着即将到来的分离, 二人免不了共赴乌山缠绵数次。 直至天色发白, 谢之珍方才精疲力竭地昏睡过去。 谢之芳不忍让他面对离别, 亲手亲脚地拿了行装, 悄悄推门离去。 府门口外, 站满了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将领和心腹, 见他出来, 恭恭敬敬地跪了一地。 航武之人肃煞之气扑面而来, 令人神情为之一领。 谢之芳默默攥紧了手掌, 好像要拢住姐姐残存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抹柔软。 眼底力气涌动, 嘴角浮现出一抹残忍的笑意。 杀神出世, 所向披靡。 六月十五, 连关便传来第一道捷报。 诸国大将军周裕以轻记三千, 夜袭蛮夷大营, 重伤主将杀继郎, 斩杀军士近万名。 接下来三个月, 捷报如雪花般飞来, 整个国家陷入激昂雀跃的氛围中, 诸州子民莫不欢欣鼓舞。 大臣们忙着写恭贺的奏章, 花团锦簇的漂亮文章堆满了帝王的龙案, 其中有一位刚正不阿的阎官所写的奏折, 狠狠刺痛了姬文成的双眼。 周裕创此不是之功, 未免有镇主之嫌, 微臣于市井中查访多日, 百姓们竟只知有大将军, 不知有吴皇, 其在军中之位更是如日中天, 尝此以往必成大欢, 望陛下明察秋毫, 防威度见。 这夜乃是满月, 依着阻力, 吉温成来到齐元娘所在的昆明宫安歇。 一对双生子将满周岁, 生得粉雕玉琢, 活泼可爱, 正在如母的搀扶下学习走路, 瞧见父皇进来, 流着口水要他抱。 吉温成一手抱了一个, 和齐元娘面对面坐下。 这是会和妹妹亲手做的。 正是, 说来也怪, 陈妾怀着他们两个时, 多哉多喘, 这一年宫里倒平静了许多, 也不知是不是脱了这两件百家衣的符。 宫里平静, 乃是他暗中敲打约束之骨, 和百家衣又有什么关系呢? 在司机那些留在皇后身边的侍卫, 吉温成微微皱了皱眉, 不知何时起, 她的这位皇后, 和谢之珍的关系变得极为亲近。 你说的是, 为何妹妹心灵手巧, 让她常进宫陪陪你, 也是好事。 她身子可好些了, 臣听说, 她嫁了周先生之后, 便不怎么与万命府交际。 陛下, 您说的是哪年哪月的事。 齐元娘见一双儿女面有困意, 使了个眼色, 让乳娘来将孩子们抱走。 真娘已经大好, 这两个月办了好几场宴席, 听说布置得极精巧, 花样又多, 那些夫人们都赞不绝口, 说得臣妾都想去见识见识呢。 济温成的脸色有些发僵, 低头用喝茶的动作掩饰过去。 朕只知他性情闲静, 倒不知他还有这样的本事。 他不过是被…… 他不敢提济温鱼的名字, 含糊着遮掩过去。 被歇变故耽误了几年, 在归中时也是位八面玲珑, 面面俱到的人物。 臣妾的母亲常在臣妾面前夸赞他, 就连祖母也说不出他半句不是。 借着陛下今夜有弹性, 提约娘便将谢之珍要求她的事摆在了明面上。 陛下, 真娘昨日进宫, 说肚子一直都没动静, 心里着急, 想要沾沾咱们的喜气, 认红灵作异女。 臣妾虽然理解, 她着急为周先生开枝三叶的心, 却不敢扇转, 并未直接答应她。 不知陛下意下如何? 闻听此言, 温文尔雅如济温成, 也差点绷不住表情, 想将手里的茶盏制出去。 今日想将公主任在膝下, 明日是不是就要把主意打到太子身上了? 她一直以为谢之芳虽然做事出格了些, 骨子里还算公顺中勇, 而谢之珍作为她的软肋, 更是循规蹈矩, 极好拿捏。 难不成她竟然看走眼了? 我今天有效应来接着, 明日是这样的, 靠近人。 如果一个人会献线就要脏了这个, 我只能够该stage来, 但有多年仅准备来, 但是她们想到什么时候,